1941年12月底,日軍佔領香港 當時只有九歲的黃毛應村員居民 鄧小南在小康之家長大 四兄弟之中兩個兄長 就讀名校華人書院及那莎書院 但戰爭的到來改變了一家人的人生軌跡 在3年08個月期間 他的兩個兄長都參加了游擊隊和日軍周旋 鄧小南當時只有11、12歲 眼見兄長能夠貢獻國家 自己都想要打倒日本仔 就加入了村裡面的兒童團 成為了一個送信 做宣傳的小鬼 他說兒童團雖然不能夠拿槍作戰 但遠遠看到日本仔過來 就馬上走去和游擊隊員通風報信 能夠參與保護戰士們的任務 他感到很光榮 其後鄧小南更將自己的外國情懷 融入工作中 希望影響更多的人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